作为正义联盟的主力反派 还是值得给他录一期节目 今日分享麦克法兰DC多元宇宙 正义联盟扎导剪辑版《荒原狼》 包装方面 这个高达31厘米的盒子属实不小 和同系列常规尺寸的盒子对比 差距十分明显 拆出吸塑 除了主体之外 配件只有一把斧子 内包背板上 一次性封装着角色卡和通用地台 角色卡的图案依旧是电影巨照 但如此大的尺寸 还使用这样小的通用地台 不免令人有些担心 主体方面 《荒原狼》的身形倒还过得去 至少把那种高挑又粗壮的感觉 表现了出来 身上的条纹装甲 也算是基本还原 只是涂装质感 肯定要比影片中要差上很多 即便考虑到美式玩具的做工粗糙 这款荒原狼的人形 也只能给到六分的及格分 头雕方面 这个斧子造型的脑壳 令人印象深刻 而面部除了确实比较粗糙 倒也还蛮还原 造型方面比较令人印象深刻的 是拥有七根手指的爪子 但两只手的造型不同 又没有替换手型 显得不对称感非常明显 招牌的大斧子也是软胶材质 质感方面和身体基本相同 你还别说 拿上斧子之后的气场 确实强了很多 中场休息时间 提醒大家记得一键三连 支持一下我 制作视频会更有动力 可动方面 头部转动一周小轻松 左右摆头的幅度也基本够用 而且头部关节是个双动关节 但是低头的幅度比较一般 抬头倒是还算可以 手臂平举能超过90度 上举会受到肩胛干涉 外撇得很严重 倒是上臂转动能够一周 肘部是齿轮关节 弯曲是标准的90度 而且小臂根部也同样能平转一周 手腕部分转动没问题 手腕内外摆动 甚至能达到90度 胸部有独立关节 左右摆动的幅度比较理想 腰部也同样能多方向微微摆动 只是向前俯身非常有限 倒是躯干后仰还蛮不错 另外无论是胸部还是腰部 都能转动一周 裆部的裙甲 整体是软胶材质 腿部前踢能超过45度 后摆的成绩也基本类似 双腿侧披也同样超过45度 只是大腿根部平转 依旧极位有限 西部的齿轮关节 弯曲也是90度 脚腕部分平转一周没问题 但是无论是脚掌的前后摆 还是脚腕的接地关节 都比较一般 倒是两根独立的脚趾 上翻幅度很大 总的来说 荒原狼的可动接近7分 算是不错的成绩 这款荒原狼的镜重 高达333克 拿在手里很坠手 算得上用料十足 但是这只荒原狼 有些关节明显偏松 又有些关节实在过紧 而且脚掌部分明显较小 这就导致它脱离地台之后 其实很难站稳 而支撑力度不足 也导致了另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姿势 都不容易摆得稳定 这个缺点 确实会让把玩乐趣 下降很多 另外身上的尖刺 虽然是软胶材质 不会扎伤手 但把玩的时候 还是会有些个的手疼 所以这款荒原狼的把玩体验 只能给到5分 甚至不能及格 在我看来 这款荒原狼最大的优势 就是它高达26厘米的身高 和正义联盟的其他成员 站在一起 确实很魁梧 最后这款荒原狼的综合评分 我只能给到5分 除非你是为了凑角色 不然入手他的理由 并不算多 虽然荒原狼的官方定价 是39.99美元 折合人民币270块左右 但是正因为这款的素质一般 所以在2G市场 甚至能打对折 这样的话倒是相对划算 最后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千万记得一键三连 你的支持就是我最好的动力